杭州亞帕運的羽球賽事 來看到輪泥組W-H1 W-H2的雙打項目 這邊先幫大家說明一下分級制度 所謂的W-H就是輪泥組 而數字大小則代表不同的雙殘等級 W-H1表示該名選手有嚴重損傷 會影響軀幹控制 以及非直拍手的活動程度 至於W-H2則是選手損傷較為輕微 且不影響軀幹以及非直拍手 另外也可以看到比賽場地 有特別鋪設木板 來方便選手使用輪椅移動 大致講解過後 馬上就來看到精彩戰況 女子雙打的日本組合 李建莎里奈 山崎優麻 要對上來自泰國的普克坎 以及維特威坦 這對日本組合可是東京帕運的女雙金牌 李建莎里奈還包辦了女單金牌 也是目前的世界第一 兩人女雙排名也是世界第一 結果意外有些苦戰 好險李建莎里奈作陣還是機高一籌 最終日本組合是以二十一比十六 十二比二十一 二十一比十二 搶著勝利 至於男子雙打一樣看到東京帕運的金牌組合 中國的屈子墨 麥劍鵬 要交手馬來西亞的男力 還有努爾男 結果東京帕運金牌的實力 果然不是蓋的 尤其屈子墨也是東京帕運的男單金牌得住 他跟麥劍鵬是以直落勝出 順利闖進四強 至於中華隊的選手也傳出好消息 戰力組男子SU五級的方真宇 現在男單項目值洛爾銀球 貼著再聯手蒲桂玉 在男雙賽事擊退大馬組合 一日兩站通通強勝 男單男雙都搭上四強列車 YT在綜合報導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TSocial